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欢迎回到我爱马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期4月跟5月的最爱合集 最近收藏的一些非常值得推荐的东西吧 那开始今天视频 那我自己就非常不喜欢一直频繁的去用洗面奶去洗掉脸上的防晒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大材小用这样的感觉吧 所以我会用卸妆类的产品 那这个月我发现的非常好用 并且有一罐已经快空瓶了 就是Caudalie他们家的这个卸妆套组 我把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 就相当于一泵的这个卸妆乳和一泵的卸妆油mix在一起 你们可以看到油就是会用的少一点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卸妆乳了 融你的防晒霜就会觉得特别舒服 就还没有甜性人油 所以会给整个皮肤一个镇定舒缓 并且就是闻起来味道特别舒服的一个感觉 最近这两个月我都在用他们家的全线护肤品吧 几乎是 很重草癌就很喜欢 并且是感觉越用越喜欢 而且越用越合适 这样子的一个感受 这个系列他们成分其实是没有变的 以前也有这类的产品 但是他们就把包装变了一下 把瓶子以及它的泵头 全部都换成了可回收的材质 非常环保吧 这边也顺便说一下 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一个晚霜 我也非常喜欢 比我以前可能频道里推荐的晚霜 会稍微评价一点 也是大葡萄他们家的这个紫色的这一罐 跟我今天的颜色还一模一样的 它是只能晚上用的 里面有AHA 觉得第二天早上皮肤非常的干净 把一些不平整的地方会帮你抚平吧 如果你想要找一款 卸妆力再比刚刚那个套素强一点点 不仅仅只是卸防晒产品的话 那EVLOM他们家 折离质地的 会比之前他们家出来的那个 使用起来不会那么的繁琐 那功效呢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在脸上洗得也很干净 并且呢它也可以洗眼睛 对眼睛也不刺痛 卸妆力可能不如之前的那么那么的厉害 因为毕竟之前的那一款成分来讲呢 它是更加带油 exfoliating去清洁毛孔 以及去脚质这样的作用 就更加深层的清洁吧 这款呢就比较基础的去卸妆和保湿 这样子两个简单的功效 那这一个呢和我刚刚推荐的这三款吧 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也是我发现我现在非常喜欢的 以前用了很多油吧 我就觉得好像要用水洗好几次 它才能干净 然后这种就洗起来特别方便 就拖一连水 它就很快的能洗干净 接下来头发产品 现在夏天到了 所以洗发水大家用的也多吧 就不能像以前一样 好几天洗一次头 那就完了就臭了 最近呢我发现比较便宜大碗的一个东西 就是欧莱雅的Total Repair 5 这一套系列呢是属于给你主打 修护你头发上的干枯啊 分叉以及暗雅 这样子的感觉 就让你洗完了以后会更加有光泽 在我细软头发上洗出来 感觉还是头发一根根蛮粗的 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大碗 但是它的成分没有特别的天然 还有一些孕妇不能用的成分 例如水洋酸 然后再加上它里面有防腐剂和香精这样的成分 所以比较建议这个的话就可以绕道而行了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 我是觉得就是使用感来讲啊 就是它修护这个特点还是不错的 控油力还是蛮好的 潘婷有一款 Clarify的那个白色的也很好用 然后那一款就是成分非常的好 洗下来我是觉得没有这个那么的光泽 但是也是很舒服很清爽的那种 威姿的这一款脸上的防晒 防晒力极强 因为这段时间又有几次我去外拍嘛 同行的朋友回去就是有很多问题 嘴巴变黑了呀之类这种受损这样的情况 那一天我回去我就发现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 就有的时候这种暴晒完了以后 我需要敷面膜 就一定需要B5 理肤全的B5去修复的那种 然后那天我回去我竟然一点事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刺痛也没有骚痒 都红都没红 就是皮肤稍微白一点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容易晒出斑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需要真的是更加强劲的这个防晒效果的防晒霜 所以这一款我再跟大家确认一下真的很好用 我用完了应该是会去回购的那种 而且呢这款防晒在脸上 你给它足够的时间进到皮肤里以后再去上妆 它真的不打架跟后续的妆容 所以很OK 这款呢跟刚刚那一款质地上就不太一样 那款质地会有点厚 就是你推在脸上你会有点担心 它会不会跟底下的妆打架 但其实不会哈便宜大碗 并且有SPF60 它是又可以用脸又可以用身体的 而且它是可以用在湿的身体上 涂一次呢是可以防晒80分钟的 让我想到安耐晒的那种日系防晒 在脸上的亲肤感呵护感 就没有那种在涂抹防晒的感觉 这款好像只有北美才有 国内基本上是SPF50的 我觉得威姿他们家真的可以啊 就是做防晒牛 不要再做其他产品了 多出来防晒 Question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我的眼部状态比以前变得好了很多 我以前低头的话就是会有明显的 雷沟黑眼圈和眼袋三个点就很重 我2019年还去打了雷沟嘛 现在我就再也没有做过任何眼睛上的东西 那最近呢4月份我收到了娇懒新出来的一个眼部精华产品 这个是PR产品这不是广告哈 非常喜欢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它的质地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而且它的延展性就是很强一磅就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 感觉它这样子带过你的皮肤不会怎么停留的那种 吸收的也非常快 吸收完了以后它是完全没有任何油润的感觉 它整个就是 噗 进到你的眼下就非常舒服 而且质地上来讲我很喜欢 基本上和后续任何的眼霜之类的产品 完全质地上不会打架不会冲撞 化妆什么的也不会搓泥 所以这款我真的真的还蛮喜欢的 它有维生素E去抗氧化 还有咖啡因的成分去削眼袋 所以最近我发现我的黑眼圈和眼袋 就是真的完全 不索完全没有的 就这一款我真的还蛮推荐的 如果你在找眼部精华的话 又滋润又冰凉舒华 下面这个产品大家火速集中一下 注意力敲黑板了 就是有些推荐产品 推荐是喜欢的 但有些我会就是拍案叫绝地给大家推荐 就是谁不买谁 不好呢 不好大事不妙了呢 下面一款呢就是类似这样的产品 我觉得你看到这一条 你就直接啥也别听我说 直接直接涂去买就好了 真的很好用 B.O.泉他们家的这个便宜又大碗的身体乳 我发现没有什么人说这个产品 然后上面明明是写的No.1 便宜的情况下 并且食用感以及味道整个就是高级 然后又很滋润 在身上太舒服了 味道是淡淡 有一点泛酸的柑橘味 轻轻的营绕在你身体上 然后流香还不算特别差呢 比某些香水流香还要久 然后它质地呢在身上也是巨好涂开 那种厌无过无痕这种感觉吧 就是融化在你的毛孔里 哎呀这个太爽了 两个月都在用它 然后最近皮肤也是摸上去 就是真的很滋润吧 其实它的使用感和质地 非常接近JOMALAN 比起JOMALAN可能也少掉一些油 就是更加清爽的那种 但是滋润度又还很高 所以这个产品我真的太按叫绝 好下面这个东西 我觉得促进血液循环 还是挺有用的 并且就是对我来说 Mental Health帮助了蛮多的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 一天下来很累 然后偶尔有那种Bad Days 你会有些负能量 然后怎么样去舒缓呢 除了就是大幅肚子去运动以外 舒服一点的方式 哎就是给自己按个膜 这个呢就是我最近入的一个 Month Light的The Jade刮沙 Tool 就是一个刮沙版了 之前呢我有一个叫智商帅的 就是华菲的那个滚轮 你知道吗 玉石滚轮 说是可以让皮肤变得很好 有光泽 红润 都是扯淡 都是扯淡 这个呢为啥我比较喜欢 就是它这个棱角这边 会比较圆润 并且呢它真的是在你刮的时候 能使上力的那种 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有点用力过猛了以后 就整个脸都放红 像一只小番茄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用力就好了 它里面有一个小说明书 就告诉你一系列的动作 在脸上一顿猛操作以后呢 你会觉得就是感觉脸上 好像刮过的部分 就有一点点消肿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小小的步骤 就是从下巴这样子上去 然后到这边这样子滚下来 刮你的淋巴 用完后会觉得整个人舒服了 很多舒缓了 很多 这是为什么我说 我感觉它对我的mental health 有帮助 蛮喜欢的一个小玩意 增加生活情趣 让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女孩 看个密室大逃脱 我居然被种草了一个美容仪 就是Foreo的这个UFO 它是一个面膜导入仪吧 没想到真的还不错用呢 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平时很少有机会去SPA的话 就是深层去护理你的皮肤 你就可以去试一下这种 可以在家里做的美容仪 而且它使用起来就非常非常方便 是这样的 首先呢你下一个APP Foreo APP 然后你找到自己的这个机器 把你的训练号码输进去 跟它配对相对的面膜放在这里面 然后卡进去 它可以通过你选择的不同面膜 去发出不同的光 比如说红色是紧致 皮肤绿色是改善暗沉 蓝色是深入亢豆 橙黄是旧腹受损 紫色是丝滑细嫩 道理啊你们自己去查 但是我自己使用下的感觉呢 就是用完了以后会觉得上妆 明显皮肤会比较少卡粉 并且特别是要自己配对的Foreo的面膜吧 用完了以后像去过SPA一样 整个皮肤很亮 每一次聊成就50秒 就是非常方便可以贴自己的面膜 来个90秒去导入你的纸质面膜 不是说什么翻天覆地的那种效果 但我觉得是一个 比只是单纯的敷一张面膜 会更加深层的进去 并且皮肤看起来状态好很多 我刚刚吃了一个饭继续回来录哈 刚吃饭的时候啊 我观察一下Charlie 就是刚才他整个脸都尖了 因为他上周生病了嘛 超可怕没跟你们讲 发烧到40度 一直在40度徘徊 我们超紧张 就以为是什么新冠之类的 因为正好卡在这种节骨眼上 又不敢大家去急诊 因为急诊那边就真的很危险 并且你要先测新冠 就特别麻烦 总之 然后还好就没什么事 他就自己过了几天就痊愈了 然后小孩生病真的就像 大人fasting 做kido diet一样 他一下子脸就尖了 就瘦得特别特别快 而且小孩胖起来也很快 就吃两段好的 一下子那个脸就像冲了气 像呼呼 胖回来了 我下面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Current Body他们家的这一支 LED 灯面膜 这个面膜灯呢 其实就是以前老式的那种日本很流行的那种 LED 光子嫩敷灯 是一个原理 49个发射出 红光和静红光这样子的灯 让你的皮肤误以为它在受损 所以它要赶紧就是去 我要去恢复去嫩敷 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 以及修复皮肤的屏障 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可以去嫩敷 超可怕的有没有 我现在就是那种黑化了的钢铁虾 你好 圈里 自己使用感我觉得还蛮惊人的 第一次配搭它里面的面膜 就会觉得皮肤真的就像 剥了颗鸡蛋然后特别嫩 找不到我的毛孔的这样子的感觉 升级版的B版面膜很省事 我今天推荐几个美容仪 都是属于那种懒人必备 就很省事 你放在脸上以后 你把这个灯打开 10分钟它会自动熄灭 然后我通常是喜欢睡觉之前 把它敷在脸上 或者是喜欢看剧的时候用也可以 它后面有个橡皮筋就自带的 你可以把它这样子直立敷这一款面膜 看我还能蹦打呢 但是它价格会稍微有点小贵 我觉得大家可以酌情去参考一下资料 但是它在网上就是还蛮火的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比较好用 对我自己也是觉得 是这个你知道吗 它是这个真的有效的那种 今天的彩妆呢 不会不到只会迟到 并且今天彩妆很少 这两个小单品 如果你需要一个定妆喷雾 是那种非常能够控油 定好你的妆 不挪位的 Makeup Forever这支 Light Velvet Air这个 可以让你整个妆变得比较雾面 雅光那种 但其实我不会觉得它把整个妆的水分 拿什么的吸走了 它定妆能力真的很强很强 所以非常适合油皮水 这个月用的极其多的就是 Girl Cut Curiosity 好奇心吧 这支颜色 是我觉得在脸上看上去很橘 很水灵 并且通透感很足 它的质地呢 是属于压得很实 完全不飞粉 然后摸起来也很懦软的那种 说是里面有加牛油果 金斩花 还有澳洲坚果油 这种天然的成分 亨厚着你的毛孔的那种 就这一个啊 真的很显嫩 虽然我是叠在上面 但是在这个位置里面 能看得到一点吗 就我最近还蛮喜欢画这种 有点色重的腮红 它的色调就是有一点小脏橘色调 其实上脸是属于蛮偏黄偏橘的那种 显色度不会太过分 而且持久力的话 作为粉质 Girl Call的这个也是很持久 所以让我非常非常喜欢和震惊 还非常喜欢它一个地方 就是它有一种 在脸上自带夕阳滤镜的一个感觉 就是那种有点泛红金橘调 在脸上非常非常的美 最近呢 因为我用Notion非常非常的入迷 所以对于这种什么打卡的事情 记录这个Daily Habit 这种事情非常非常的着迷啊 然后我喝水的杯子也换到了这种 就非常可爱的小粉红 颜值很高 看着瓶身还是这种磨砂质地 而且透透的那种有没有 并且里面有所有的时间刻度 首先从这边开始 就是告诉你说把这个水壶整个装满 然后从8am 9am 一直到后面6pm 最后Cheers 一瓶差不多是一升 人要喝2.7升水会比较健康 所以就是2.7瓶 这个这么多嘛 就至少两瓶半这样子 所以就会督促你每天去 一直记得喝水 3点钟的时候我发现我2点钟的水还没有喝完 我就会把剩下的那一个刻度都给喝掉 就是任何这种打卡的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非常管用 你去接一次水就能装整整一大瓶 以上呢就给大家分享今天视频所有内容 喜欢的话可以在旁边给我点赞给我点鼓励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可以点击旁边关注OM 以后有更新的话你真的需要提醒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在视频最后还要给大家交代一下 上个视频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品牌被调的问题没有做得非常的全面 所以上个品牌呢更改的时候 把那个品牌的单独内容给提出来扔走了 觉得说因为从后到尾都是穿在身上的 就把上个视频给take down了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疏忽吧 我们以后会做好更认真的功课 感谢观看